我們看一下第六題 題目說五年假班上個月的值在回收 上個月的來 報起來 上個月是這麼多公斤 七又十八分之十四 然後這個月有十一又二十七分之十四公斤 請問你這兩個月總共多少 來 但是等於上個月就這個月就好了 就答案怎麼算 答案就是 七又十八分之十四 加上十一又二十七分之十四就好了 好 那第一件事情你猜一下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把十四跟十八怎樣 先約分吧 所以約分除以二除以二變成七跟九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怎麼做 把七又九分之七改掉 七加上九分之七 然後呢十一又二十七分之十一 十四呢改掉 改成十一加上二十七分之十四 會啦 好 那下一步怎麼做 下一步 我建議你把整數的部分 這兩個整數有沒有 七跟十一先加 四十八 接下來幹嘛 你把九分之七跟二十七分之十四幹嘛 做一個通分母動作對不對 來 九跟二十七的公費數是多少 三乘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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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就是你的答案 來 九成二十七 二十七吧 這講一講一遍 這講一遍公費數應該會不得大很對 正常情況下嘛 所以他應該把他改成多少 改成二十七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九成變二十七的 是不是乘以三乘以三 所以變成什麼 二十一 二十一 好 再來後面這個人不用動 就直接造型 二十七分之十四 好 所以單短答案 等於十八加上二十七分之三十五 對吧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把那個假分數換成代分數 他等於多少 十八加上二十七分之三十五怎麼寫 是不是等於一又二十七分之 是十九嗎 十九又 十九 應該是八吧 我是說十九又 所以答案等於 對啦 十九又二十七分之八 然後單位是公廳 會啦 好 這個你看一下 好 這個你看一下